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开始欧洲访问之旅之际 敦促英国和其他西方盟国派遣战斗机 以确保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外界认为泽连斯基的访问或许是一种认可承认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对于泽连斯基总统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机会 他不仅是一位战时领导人 而且是一位绝对坚持不懈的争取国际支持乌克兰的活动家 继12月出人意料地访问美国之后 泽连斯基的欧洲之行还将包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 同一天将与英法和三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这是他刻意培养西方舆论的标志 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 他预计本周的欧盟峰会将大力支持乌克兰 并在战争周年纪念日前后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欧洲制裁 在无期交付问题上 舒尔茨在公开场合比其他一些西方领导人更为谨慎 他表示 关于武器的决定 最好在幕后协调 而不是由各国在公开竞争 以超越对方中宣布 德国国防部长表示 西方盟国可能会在今年头几个月 向乌克兰运送首批约31辆鲍尔主战坦克 西方国家扩大了援助承诺 包括上个月承诺提供坦克 但基辅仍然想要远程导弹和战斗机 乌克兰在2022年下半年取得重大进展后 俄罗斯恢复了势头 将数万名新动员军队派往前线 俄罗斯军队在无情的冬季战斗中 取得了渐进的进展 双方都将其描述为战争中最血腥的战斗 基辅表示 随着2月24日战争纪念日的临近他预计 莫斯科将大力推动扩大攻势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重点是 发动反攻 以完全控制顿念茨克和卢干斯克东部地区